暑假首场都立部落海草野放海王子潮浪行 儿童部落营三天两夜的活动 特别跟着都立部落的妈妈们 认识潮间带可以食用的罗贝类跟海藻 学习部落依海而生的重要技能 也透过叶桃编织跟制作椰子碗 了解主人对植物应用的智慧 就是把椰子切一半 把里面的肉再挖出来 然后再磨就变成碗了 同步野放部落儿童营 是东莞处继今年寒假推出后 在这在暑假结合都立猫公部落伴侣两场次 期望孩子们透过实作学习部落的生活智慧 体验跟自然结合的传统技能 成为最接近土地文化的营队活动 年住民的生活感觉还蛮好玩 就像是我们做这个 这个月桃编织 这个就觉得很好玩 小朋友来到部落可以跟部落的族人 去学习他们对于环境或是大自然的 一个相处的方式 就是环境智慧的这一块 我们会去带他们去认识潮间带 像有什么贝类啊 让他们认识一下不知道的东西 海星啊或是阳穗族 那些都是我们暗美族 就是从传统 就是传承下来的文化知识 让他们知道 参与同步野放部落儿童年的学员们 都来自以都会期非圆敏的孩子 他们表示对部落体验觉得很好玩 也很有趣 希望还有机会再来参加 颜色新闻 发布了台东成功采访报道 对部落体验 然后还能遵族地 如果能遵族地